昨天在这个庭上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带您来了解一下 像在昨天这何疆中就把责任都推给了下属 而徐信正则是坦诚自己送禁币有出师 这个案子求处最重的陈奕勋呢 在北军院则是出庭的时候行使兼莫全 而现在呢四个人通通交保了 现在就了解呢 军检表示四个人还是有串政之余 会向法院提出抗告 其实在这边呢当时呢 范左线是大打杯琴牌 不过讲到了后来没想到他的委任律师 也大动肝火 因为呢范左线讲话就这样子哭哭停停的 结果呢律师就告诉他说 你该讲就讲怕什么 结果这一番话范左线停了之后 居然哭了出来了